2023台北国际旅展 11月3号到6号 在南港展览馆一馆盛达登场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以冬季台北绚烂之旅 为主题推出台北馆 祭出八大优惠西客 邀请国内外旅客 到台北跨年泡汤赏灯 提前规划一趟台北冬季浪漫之旅 像捷运公司的 捷运跟Hello Kitty的 这个联名限量的一日票 还有北北七桃的 两日三日四日的 畅游景点票等等的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亮点 还有到我们的台北馆来呢 也可以来玩我们的叫做 蔡灯明的互动活动 来炒热来预告我们 2024台北灯节 即将要办的这个活动的时间跟内容 那另外在这里也有提供 温泉的这个优惠泡汤券 还有这个餐券等等的 我想我们的各地的朋友们 能够到台北馆来 一定可以让你这个不需此行 那台北街运因应这个 疫后的观光热潮 那我们这次呢 特别跟观光传播局一样 一起参加这个ITF这个 全年度最大的旅展 那现场有很多的好看 那这一次呢 因为我们台北街运有很多的会员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呢 推出很多宠爱会员的活动 只要来旅展现场就可以换 猫兰的一日券 儿乐的这个六次票 然后还有这个冰上乐园的滑冰券 那另外呢 我们这次还有特别跟三立欧合作 推出旅展限定的一日票 那这一次呢 也是我们首次跟日本的东吴铁道合作 赠送这个会员 限量的这个东京晴空塔的半价优惠券 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都 在旅展期间来台北街运的这个摊位呢 来领好礼 观传局长王秋冬表示 众所期待的台北最害新年城 2024跨年晚会 今年将打造多元舞台活动 接下来2024台北灯节 也将在晨西区盛大举办 邀请民众来台北游玩 感受台北的多元魅力 台北最害新年城 我们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101的这个烟火之外呢 我们在目前的主舞台 会有一些非常知名的歌 的演艺人员来进阁热舞 那另外我们今年都增加了 四个主题乐园 主题的舞台 这四个主题舞台呢 分别跨越不同年龄层 所喜爱的活动 包括老歌演唱等等的 那而且这四个舞台 都能够看到101的烟火 所以我们也鼓励 每一个零零城的朋友 都可以到台北来 参加这个跨年活动 可以得到您所喜欢的 也许你喜欢老歌 这里就有老歌 所以欢迎大家到台北来跨年 台北市拥有交通便捷的优势 旅展中也推出 许多超优惠的票证 提供民众安排选择 搭配泡汤 住宿餐饮优惠 让民众审核包 畅游台北 记者林锡惠台北报道 地下线 有运动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 感谢观看